大家好我是馬克杯 那我今天要來試新的PC的單人複製車的方法 那因為上部影片的方法已經被R型修改掉了 然後那這次的方法是跟上次有點相似 不過有些地方有小改變 那一樣我們需要有一個裝滿不要車子的設施 然後還要有復仇者 那我們就把復仇者卡 停在設施的附近 然後讓我們的機尾可以出現藍圈 那你看我們可以進入後艙 就代表我們的位置可以伸出藍圈 藍圈最好的位置是跟設施的門 大概隔一個車身的距離 接下來我們一樣是叫出一台武裝載具 那要可以進復仇者的機艙的 我這次用的是德魯克索 那這次不建議用暴君 因為暴君可以隨叫隨到 但是它的噴射會帶來一些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用其他種類的武裝載具 那我用的是德魯克索 那一樣我們就去裝設施立滿的畫面 然後按一下後鍵 然後呢趕快開去 開去這裡 然後看到可以進入我們按一下M 然後等個10秒鐘 那這邊你可以開著廣播 廣播可以協助我們知道我們有沒有進到機場 那等個10秒之後呢 我們先一直按E 一直按E 然後再按一下M 好那這時候廣播還在想的話 就代表我們沒有進機場 那沒關係我們就再按一下空間 然後再打開複動選單 然後再等10秒鐘 OK那10秒過後一樣 一直按E 然後再按一下空間 再按一下N 再按一下N 想錯了 好那我們 如果沒有那個 測試遺滿的畫面出現 就代表我們還是沒有成功 那沒關係我們就 離開復仇者 然後繼續 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那一樣 到設施遺滿 然後按一下空間 然後按一下空間 然後再到機尾 然後再打開複動選單 然後等10秒鐘 等10秒鐘 OK那10秒鐘之後 按E 一直按E 然後按I-M 那我們可以 如果你沒有開廣播的話 那還是可以聽背景聲音 那我們現在還是 還是沒有進機場 沒關係我們就按一下空間 然後一樣打開複動選單 等10秒鐘 就輸了 好是 然後 然後 一 三 一 三 然後再按一下N OK 那我們聽到 廣播停了 就代表我們成功進到後機場了 這樣子就是成功了 那我們可以等一下 確認我們 就是已經完全進到後機場 不然會卡在黑畫面 我們成功之後就按確認 然後我們就會在機場裡下車 然後下車之後車就會消失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走出機場 然後自殺 那這時候就可以打給技工叫我們的總指車 那總指車呢要有客製牌照 因為複製出來的車會跟總指車一樣 所以要有客製牌照才能拿來賣 賣的方法呢要有另外一組客製牌照 然後再打改裝成另外一個客製牌照再賣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賣 還是不知道怎麼賣的話 我影片最後會示範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直接到影片最後 那我們叫做總指車之後呢 我們一樣利用地形和路人的車子 然後把 把總指車的車門卡 兩邊車門都卡住 那我這設施可以利用這個位置來卡 那我們確定可以瞬移進去之後 我們就打開輔動旋單 然後摩托幫 然後把仔具送回車庫跟上車同時按下去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打我們的複製車 這台現在就是複製車 我們就可以打開進設施 替換掉我們不要的車 解決的 好 解決的 1 2 2 3 4 4 這樣我們就複製完了 剛複製出來的車是 是沒辦法開出設施 應該不是說沒辦法開出設施 是不能開的 你一開出設施 就會被趕下車 對 他會說這不是你的個人載具 沒關係 我們只要重開遊戲 就可以 就可以打車開出來了 因為我們不是用暴君 所以我們還需要 再 再叫出我們的 武裝載具 所以我是建議把 你的武裝載具直接停在 附近的車庫 這樣子 直接開去 直接騎車去 或開車去拿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等 等 等技工的CD時間 不過這樣子還蠻花時間的 所以建議就是 直接開去 開車去拿 那像我是直接打他 停在 這個車庫 這裡我設施最近的車庫 OK 停在這裡 那我這邊再 再示範一次 複製車 再提醒一次 這台車不一定是德魯克斯 我主要是 能進 能進 復仇者的武裝載具 鬥機 那像是 叛亂貨車改裝款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呢 唉 不管 反正就是武裝載具就行 那我們一樣 要再複製的話 我就是去 碰這隻一馬 然後按一下紅鍵 然後再到這邊 看到可以進入 我們就按一下M 開互動選單 然後等10秒過去 那這邊一定要等超過10秒 不然 不然那個設施一馬的畫面不會跳出來 這裡要處理 所以你可以 等久一點 沒關係 好那 10秒過後我們就 一直按E 一直按E 然後在 按E的同時按下M 那我們聽到 那個 無線 電台還在 還在 播就代表我們沒有成功 然後沒關係 我們 再按一下M 然後再開互動選單 那這時候 他不會 跳出你可以進入 復仇者的 的選項 那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 那開互動選單 等10秒 好那10秒過後呢 一樣 一直按E 一直按E 好再按一下M OK 那我們 還是有聽到電台 就是沒成功 那就一樣再按一次M 那這邊 這邊是最難 最難的部分 所以 一直重複是很多 變 是很正常的 那一樣等10秒鐘 那一樣等10秒鐘 然後10秒過後呢 就 按E 然後再按一下M 我M按兩下 沒關係 按E 再按M OK 那我們 聽到電台沒有在響了 就代表我們成功了 然後 等我們確定 等一下確定進入 那個 真的進入復仇者 然後我們再按確定 然後我們就會下車 然後車子就會消失 那我們就走出復仇者 然後再來自殺 好自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給技工 然後 然後交出我們的中指車 前面沒有提到就是 中指車需要是 呃 叫什麼 班尼的改裝車才能賣錢 那 要賣最多錢的話 就是 呃 晚哥房股款 是能賣最多錢的 然後 呃 有講過就是一定要有客製牌照 不然就不能賣 然後 不然就不能賣 好 那我們就上我們的中指車 然後 然後 利用地形 或者是路人 的 車 然後把門卡住 好 那我們確定能正以上下車之後 我們就開摩托幫 然後打載具送回車庫 跟上車同時按下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開禁測試 測試一滿就 確定 然後就覆蓋掉你不要的車 這樣子就複製完了 那 你可以看 我們現在 呃 影片經過13分鐘 所以 大概就是 六七分鐘一台車 那 跟之前比 是有點慢 不過沒辦法 好 那我們就來示範 賣車 那 說過嘛 這 剛複製出來的車 是不能 不能直接 開出去買的 所以你需要 重開遊戲 之後 才能 才能打車開出去 那我就用 我已經 前面複製過 重開遊戲的車 然後來示範賣車 那 如果你已經 看過前面影片知道 賣車方法的話 你就可以 直接 直接開始你的複製了 這邊 是一模一樣的方法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 我現在就來示範 那首先呢 你要確定 你有 其他的客製牌照 就是除了你 種子車以外 的客製牌照以外的牌照 然後 這樣就能賣車了 那我們就 把我們重開遊戲過後的車 開出去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車牌還是跟 種子車是一樣的 我們就打他開去改車王 直接跳過路程好了 直接跳過路程好了 好 那到改車王之後呢 我們 就直接打開進去 然後這時候先不要賣 這時候先 改裝他的 車牌 改成 改成 另外一組 自訂車牌 然後再開出改車王 等他 儲存 那你看 右下角的黃泉 等一下會冒出一個黃泉 OK 出現了 等他黃泉轉彎 轉彎就代表儲存成功 那我們就直接開起改車王 然後就可以賣掉了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喜歡 又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